屁股上了 皮肤好像有点问题 好像有点水动的感觉 我看到火也在燃烧 贵州云南管西那边 山火也在燃烧 山火也在燃烧 但这个燃烧只限于地标以上 没有到地标以下去 这个燃烧的石头好像地面上盖了一层薄膜似的 只烧上面的植物 不烧上土壤 不烧上土壤 一般情况之下 石虎燃烧的时候 会烤焦把地也烤焦了 但这一次你会发现 虎很大 但是地也没被烤焦 就像地上破了一层薄膜似的 隔着层一样的 地也没有烤焦 这样的话 后面的非转基因植物 生长的时候 能够非常快的速度生长起来 而且营养也好 不然的话 如果把土壤烤焦的话 那就后面的生长就比较难了 因为混杂的有转基因植物在里面的话 那只有一把壶把它烧焦了 有的大的植物上面 有少量的小基因存在的话 也是对人类是有害的 可能人类呢 可能比较麻木 就是无数类 但心类啊 他觉得无法忍受 外星人也觉得无法忍受 好好的基因被搞乱掉 所以只有一把壶把它烧焦了 原来屁股上那个皮肤有问题 烤好像有点水肿一样的感觉 原来是被那个壶烤出来的 壶烤出来又告诉我们 这个壶烧的时候 只限于地面以上 地上那些 在地里面的那些泥啊之类的 没有烤伤 营养还在 然后呢 那个在地底下的部分呢 有飞碟 小飞碟下来 把它切割 粉碎掉 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这个一个情况 所以 这两天那个屁股那边呢 好像是 难怪有点好像热的感觉 烤焦的感觉 烤焦的感觉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 把屁股露在外面 感觉好烫啊 原来是 传进来的信息 是珊瑚的信息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 再见